朋友们大家好 前两天一位来德国近20年的中国朋友 在微信跟我谈了他对德国的感受 还有对欧洲的感受 有的地方他是打字 有的地方是用语音 打字的地方即使是他的我也念出来 比如说开始他说 我现在对欧洲未来一片黑暗 整个德国的经理都不好 现在德国现在脑残众婆 我当初默克尔下台的时候 我就说我这德国政府要瞎 反正这绿党上台了 我就说要瞎 你瞧现在整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今天冬天不知道怎么过呢 现在这天然气长成这样 天哪这些店长成这样 现在我昨天在科隆 这上街游行老百姓你知道吗 有什么用啊 我就说这游行一点用都没有 这就是说白了 这就是那些政客给你一个发泄的机会 等你这发泄 一天两天发泄出去以后 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所以说你优行就是扯淡 没有用 这西方的社会老百姓就不明白的道理 我也真是郁闷死了 你知道在德国现在 现在德国现在物价涨了 简直就是疯了 没法呢 哎呀 这所以现在我觉得欧洲的未来简直是太黑暗了 看不好 不看好他们 现在简直不看好他们 当初我听我老婆说说你是德国国籍 我觉得你这个是一招大错棋 我是这么想 我也许你自己不这么认为 但我觉得你这是一招大错棋 当初 哎呀 确实是 对呀对呀 因为我已经入 当时德国籍已经入了 差不多20年了 我是2003年入的 错就错了 不过现在是可以恢复的 我可能很可能我就是要办理恢复 但是大概要两年时间 我父母现在还在 所以应该恢复没有很大问题 希望吧 你可以恢复吗 哎呦那这是好消息 因为我去德国 在德国的那个慕尼佩在那个使馆 领馆领馆 他们跟我说 只要你走了就别想回来了 我没想走 那时候我就只是问一下 因为我看了很多中国人 人家办签证 说哎呀 能不能让我们家孩子回到 办成中国国籍啊 或者能让我们家 那个老公回到 或者老婆回到中国国籍啊 家里有亲戚啊 老人老了 乱七八糟 他全都给回绝了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你要是能两年回到中国国籍的话 我觉得还真是个好消息 那希望你能成功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说现在我对中国国籍 那条嘎别说 哎呀你换成德国国籍吧 那样旅游方便啊 乱七八糟的 我说不换 打死都不换 对呀 当年2003年的时候 我就是因为旅行方便 我才入了德国国籍 不过呢 这个恢复中国国籍 肯定是可以的 我是说恢复啊 就是说原来你本来就是中国人 然后后来你变成了德国国籍 然后你想恢复过来 这是可以的 前提条件就是说你国内还有直系亲属 比如说像我 我爸我妈他们现在还健在 这个情况下我就可以 因为我又没有做什么 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 对吧 我一直在海外 我就堂堂这人做人 也没有给我们的祖国丢脸 所以我这个没有 不是在岸的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还去我们本地的那个出境管理局去问过了 我目前还得回德国一次 是去出那个无犯罪证明 而且要那个在德国那官方机构做过公证 然后呢拿着这个公证过的 再去中国大使馆 就是去法兰克福再做一次公证 还是去那个杜塞多夫 再做一次公证 然后我就把这个文件拿来中国这边 要在中国这边办理 不是在当地的大使馆 是回中国来办理这恢复国籍 对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是说什么 比如像当大迷啊 然后变成加塞想变回中国国籍就想都不用想了 我跟你说就是说很多啊 像你这有知识清楚老人在一起在家 所以他中国还能考虑给你帮你办的事已经不错了 我从来没有人听说过 说谁从中国国籍给走了以后 然后回来就变成中国国籍了 这我几乎没听说过 所以你这个我觉得挺庆幸的 你能有这机会 但希望你能抓紧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要是 我不知道啊 这是你一个私人问题 这是你私人问题 其实我都不应该说 你应该在德国 我听嘎比说你结婚了 跟一个德国的一个男的结婚了 我估计在中国你说会不会这方面 这个事情能影响你呢 我就再考虑 我还一直在考虑这问题 这会不一样 因为你要转成中国国籍的话 你的婚姻关系怎么给你填写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你知道吗 如果你要填写说是怎么怎么着的 中国对同性恋控制挺严的 我觉得事情很麻烦 我觉得这个 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我觉得 如果将来你要有影响的话 我希望你能考虑这方面 这个我也想到了 到时我肯定会入时填写 那没办法 对吧 我不可能撒谎 我在这边就是 比如说在德国 我就跟一个男的相当于是一种 叫做什么生命伴侣关系 那我只能实话实说 他这边中国这边 肯定是不承认这 那个同志婚姻的 到时他怎么看 我也不知道 可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吧 之前吧 不过我就尽量争取吧 如果是不成功 我觉得那就是任命的 对不对 那我也不能怪谁啊 就只能怪我 当时没有去细想 那么冲动 不过那个时代 和现在这个时代 二十年前和现在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怎么说呢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也不是说 没有那个中国国际 我就活不下去了 对啊 我知道 我早在九几年的时候 我也来德国上学 然后呢就回国了 然后我但是呢 就说因为我是这方面 就说因为在中国这方面 控制挺严的 说实话 你只要前一段时间 在成都关了 关了很多 关了很多这个 就是这方面的居住部 你知道吗 整个给封了 所以说中国政府 对这方面控制 相当相当严格 而且我不知道 你们到底是结婚了没有 如果要是结婚的话 你肯定只能说实话实说了 婚姻状况什么 那你八糟的 其他没有办法 只能这样 如果没结婚的话 你其实没必要写 如实填写什么 生活伴侣 那你八糟的 不用填写这个 你知道吗 如果要是确实是 在德国注册了 那就没办法了 我在德国注册了 就是在德国属于法定的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 要不要写到时填写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填写 然后我就看看到底 中国政府对这方面 到底会怎么样 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 所以假如真的 恢复不了中国这个国际 那我也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遗憾 然后过完这一辈子就算了 你要是注册的话 那你要注册的话 就肯定你要写 因为中国政府使馆 他调你材料啊 肯定从德国 这个奥斯兰博佛业 调你材料啊 才能知道 你要是如果欺骗 那他有可能更没戏 百分之百没戏了 他要调查出来 你欺骗 你要说了呢 还有希望 我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东西很麻烦 这件事情 可能你可以回去 但是在婚姻状况这块来说 中国政府不认可 主要是没有法律依据 所以他如果批准你 回中国籍了 那你这婚姻状况算什么 在中国没有先例 这是最麻烦的事 对 我也觉得我应该如是填写 到时他那官方 中国这边官方 他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情啊 其他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够是如实 不要欺骗 这样做 对啊 如实肯定的 他要调查你的话 肯定很容易啊 所以说你要不如实啊 等于你就等百分之百 没有机会了 还是还是如实的好 另外不管拿不拿 中国护照 或是拿什么外国护照 肯定内心都是认为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 随着自己的心走 而且你在德国也知道 不管你是在那里出生的 还是后来的移民 人家一看你一张中国的脸 不管你有没有德国那个护照 他都认为你是Kineser 对不对 他不会认同你是他德国人的 绝对不会的 至少我接触的德国人是这样 什么时候Gaby叫你申请德国籍 是这几年还是前几年 你刚来德国的时候 反正我这两三年特别强烈 是从2015 2016年以来吧 特别是2015年 就是当时默克尔内籍政府 放了那么多难民进来之后 我就觉得德国这国家完蛋了 前几年都差不多 八九年了吧 那个时候让我申请德国国籍 我没申请 这个你说的对 你在欧洲的地方 你就算是 但是出生你也是外国人 永远是外国人 你永远跟他融合到不一起的 你根本就融合不了 因为你一看 当然了你的熟人知道 你是在德国出生 或者是怎么着的 陌生人一看你就告诉你是外国人 奥斯兰的 因为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就先拿你的外国人开刀 你知道吗 所以说 这东西特别不靠谱 你看我闺女也在德国上大学 大学毕业了等等 这些东西都搞完了 在德国工作啊 也有男朋友啊 在德国 所以呢 就说 但是呢 我就说了 你千万别丢了中国护照 他就一直在坚持 就是不换 这样吧 就是所有就不换 是啊 默克尔其实他也是实在是无奈 你知道吗 他不放进来 他得罪了 SPD或者是绿党 这些左翼联盟这些东西 得罪了他们 放进来吧 他得罪CDU CISU 对保守党 可是呢 你就他也有自己私欠 他其实放进这些东西来吧 因为德国一直劳动力缺乏 你想这十年 中国十年发展 这十二十年的发展 给德国在多的经营效益啊 但是德国年年呢 就几个百分点的增长 为什么呀 不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嘛 所以他现在劳动力极度缺乏 而且在德国的劳动成本又高 他劳动力极度缺乏 所以他需要一些在低层的一些劳动力 你知道吗 所以他也有他的一定想法 但是呢 他有 这个放在有点有点不靠谱 放在太大了 你知道吗 应该什么人都收 要我说就是 什么人该收的收 不该收都不收 那你跟你闺女讨论过 关于国籍 然后关于德国的未来的问题吗 如果讨论过他怎么看呢 所以说德国或者是欧洲 这些政治体系如果不改革 他们没有发展位 没有未来 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 现在整个德国或者是欧洲的 这些个政治政客吧 已经被绑架了 你知道吗 被这个左翼啊 就是白左嘛 咱们中国人说的白左被绑架了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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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按着这方向去做 什么什么什么都讲人权 我总是说 你看德国是中间 就是德国 德国 俄罗斯和中国就是一个链条 俄罗斯在上方 供应德国这个安法 就是比如说 那就是 盖斯啊 或者什么一些东西 那中国呢 是接收着德国的产品 你说德国两头都得到 那你说你两头都得不到 那你说德国在中间这链条 不就自己就给自己掐了吗 他过来估计他当时应该是有十四五岁了 估计对不对 也就是他的世界观应该是形成了大部分了 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已经也尽量讨论 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对德国 哎呀 这么好比国内好 沃尔拉不多 什么 没有中国国内那么紧张 但是最近我最后一次跟他讨论的问题 他就已经对欧洲失去性格了 有点有点失去性格 因为他觉得欧洲 我说我说你讲的将来怎么着啊 是是是在赶紧结婚是怎么着 是怎么着 他说 再说吧 他说还不定在哪生活呢 那意思就是说不一定在德国生活 因为他觉得欧洲也不靠谱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他现在就这种状态 出于这种状态 他现在年轻人嘛 所以说不好掌控 你知道吗 他们老是在变的 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啊 那时候我跟他开始 我以前我跟他讨论的时候 那时候说啊 说中国 不是说中国不好 就没说中国不好 他说 中国比如说 像 呀 这个方面管得严 那个方面管得严 不像德国 但是 现在从这个方面来一看的话 他从那个自打对新冠以来以后 他觉得中国在有方面比德国要强太多了 这是一种变化 也许将来后再变回来的 这也说不好 你知道吗 不管怎么说吧 我觉得这大的趋势是不会变的 就是说 中国是一直在往上 然后呢 西方像德国这种一直是 慢慢的往下 或者是持平 没有什么发展 或者是变坏 这是大的趋势 我觉得在未来30年 这个趋势还是继续这样保持下去 从我这次回老家 我回来几个月了 我观察 我发现就是 其实我觉得中国 普通人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真的 与所谓的德国没有相差很远了 真的没有多远了 很多方面我觉得 甚至比德国普通的老百姓 可能生活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如果你考虑到德国 你看有多少那个税要交上去 然后现在这个失控的通货膨胀 那今后就更加暗淡了 是 当然好了 德国其实你说他们这个好生活好福利 其实就就建立在这个税收上 你看在德国你一旦结婚以后 每个人拿那个税的等级4和4 你说这样的话 这肯定的 这第一 每个人都将你50%的税 你都要交了 再加上医疗保险 等你挣的工资交了一半 差不多差不多 几乎 几乎啊 不到那去 当然了 你在中国才交多少 中国养老保险 再加上那个 那个 Trancast 就是 再加上医疗保险 他也就不过于在20%多到30%这样了 所以说 中国人你要说 没有他们福利好 我承认 因为为什么 因为 因为德国 他像这种欧洲国家 他因为是吃大户 以前吃那个 这些比较落后的国家 所以他吃他有基础 再一个 他们其实 工业化这么长 他积累太多了 所以他会有这种优越感 所以说 我觉得 其实他们未必 将来这30年未必比中国好 这到10万 你说欧洲有什么 要能源没能源 要科技 科技又上不去 你说要生产 生产又上不去 还死贵死贵 生产一个东西 你知道在德国 随便换一个水龙头 就得多少钱 换一个 对不对 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所以说他们就说什么呀 只能靠吃老板 没其他的没有任何优越性 真的 所以说如果德国 按照现在的政府这么走的话 两头得罪 那德国自己就直接就垮了 想都不想 你看现在那个 因为那个 Volkswagen在那个新疆开场 在德国政府现在打击那个Volkswagen 你说这不是就自己给自己找别扭吗 你说 是吧 就 德国那个总理老说 哎呀 什么 我说你什么是 你知道吗 你自己你能够解释 清楚 是什么吗 哎呀 说了 你说俄罗斯 中国就是独裁国家 我说人家怎么是独裁 你告诉俄罗斯 俄罗斯也是选举 选举制选出来的总统 你告诉人家独裁在什么地方了 中国 中国 中国在最怎么着 他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最基础的选举 你看中国的选举制度 差不多跟德国比较类似 都是基层选举 你在德国选举 你也只能选你那个 Gmeizam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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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gmeister 就是小的地方 Bergmeister 只能选那 你其他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有什么毛区别 中国就是 中国就是说白了 共产党执政 他们看不惯 可是中国宪法规定 共产党执政是必须的 这中国宪法 从你改宪法 你不改宪法 你就是违宪 那你说这个时候 再没人说话了 老说中国独裁 中国宪法的规定 在共产党领导下 领导下的 民主集中制 我们的国家制度 这就是一个制度问题 对不对 你除非你改宪法 你不改宪法 你永远不可能让 这种比其他党知道 这想都不用想 这是违宪的 我现在心态完全变了 我看待德国 就是一副旁观者的那种心态 好像以前我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几年变得 等于心里 我跟德国的距离越来越大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 真的像你说那样德国人 或是欧洲人 西方人真的是在吃自己的老本 不知道他们明天 他们从来可能不担心 明天过得下去 他们的国家 没有任何竞争力 又没什么科技创新了 然后他们 我觉得他们还是一切以意识形态为重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价值观的问题 就是意识形态吗 对呀 价值观就是意识形态 没别的呀 他就是意识形态问题 我觉得现在欧洲政客很多都不是为欧洲工作 它是为美国工作 你知道吗 所以说欧洲这个好不了 你看像那个冯德莱恩那傻娘们 为欧洲干过什么好事吗 没有过 只给欧洲给毁了 关于你说对于欧洲有没有贵属感在这地方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我总是跟Gabi说 我说你别看我在这有房子 买房 有老婆有家 但是我在德国 我总给我心里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是 这不是家 这根本就不是家 我真的 我说了多少年了 一直在说 连Gabi都明白 他一说这个 他说我知道你也想吧 德国不是你的家 我就是说真的 我的心态我从来就没有调整过 调整回来说德国跟我有家的关系 没有 其实我跟我这些个Ferwandschaft的关系特别好 而且他们对我也特别好 但是我就是没有归属感 你知道吗 这就是可能让中国人话说落叶一定要归根就在这儿了 你知道吗 你所以说没有归属感 就还说说说说了说白了就底层逻辑 就是说白了就文化 截然不同 文化截然不同 我们的想法跟他们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一直就没有归属感 你知道吗 就这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总觉得在中国即便说是生活辛苦一点 但是它是有一种归属感 你知道吗 在生活 再怎么着的话 你像其实在德国 我觉得跟他们德国交流根本就不成问题 这都是 但是还是没有归属感 就完全不一样 就是还是文化文化文化基础不一样 从说到底的还是文化基础不一样 怎么也能不能拴到一起来跟你 真的 我是这么想的 我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后悔来德国 你知道吗 我老说我跟嘎比说我说你如果要是当初跟我在中国生活 我觉得会很好 可他在学校上班啊 他离不开啊 所以也是麻烦 不说这种事情也是给我挠头的 你知道吗 在德国 而且在德国你发现没有 现在整个德国政府都被政治绑架 比如像在乌克兰俄罗斯这次战争 你说德国跟你有毛关系啊 那时候默克搞得多好 为什么默克一直在抓着俄罗斯 为什么抓着俄罗斯啊 抓那么紧啊 因为默克知道失去俄罗斯的能源 欧洲屁都不是 所以他需要这种廉价能源才能生产出廉价产品来 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 现在的政府一脑袋降虎你知道吗 全都被意识形态绑架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他们就完全就放弃了 就像那个傻娘们 就那个我一提的娘们就生气 就那个奥斯明尼斯的那个叫什么来的 你说在捷克说那种什么是烂话 你说在捷克说那种烂话啊 不管德国选民怎么想 我一定要支持那个乌克兰 那你说你是德国的外长 你还是乌克兰外长 还是你世界外长 不然你说我在那个推特上 我给那个 我有那个俄罗斯的 什么那个德国那个总理的那个推特 我有他推特 我在上面就说过多少次了 我说你是德国的总理 不是世界总理 世界不需要你去操心 你先把德国搞好了 比什么都管用 我说你说老说意识形态 你说那个共同价值观 我说你共同价值观 你自己都解释不清楚什么是共同价值观 你说你说的有什么用 我说那德语 中国全给他拽我 当然了他也肯定估计也不看 那我也是一种发泄 那我真的替德国召集 虽然这不是我的家 但是我真的替德国召集 我都替德国召集 你看我经常在那个YouTube上看那个世界新闻 就是YouTube上看的所有评论吧 就是台湾的大陆的 还有加拿大的等等那些评论 就说你看人家都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欧洲政客脑袋里有水啊 不是一般的水啊 是水还祸上面了 成浆糊了你知道吗 他们根本就是 他被美国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这他们现在都怎么想呢 所以我跟你说在美国啊 渗透欧洲这个政界已经弄跟筛的似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根本就堵不住 这从欧盟我跟你说我还有这么一个预测 三年之内欧盟解散欧元就滚蛋了 最后还得回到德国马克 就跟我当初预测这个新冠疫情似的 我说至少需要三年 没有三年的疫情过不去 假如这里里外外都加起来 现在也差不多三年了 你看中国还在控制那么严 这里里外也三年 真的需要三年至少三年 这欧洲也是三年之内解散欧盟 我说早就我认识一个SPD的这个党员 在一朋友他就是SPD的老牌党员了 我就说我说你们SPD搞事情就从来领不清楚 你说你们老是讲的什么民主价值 这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你说哪一国的民主价 你们老说中国独裁 中国人生活的比你们还好 你告诉独裁好还是不独裁好 你说那个沙特阿拉伯独裁 独裁人家生活的比你还好 你说你告诉独裁好还是民主好 没有钱没有粮食 你跟人谈什么民主谈什么自由 连活着都是个问题 你告诉你谈民主谈自由 这纯粹是脑子里有水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你知道吗 而且我还老说了 像他们你看绿党老是说 环保环保这个煤炭那个发电不要 什么什么核能发电不要 这个发电不要那个发电不要 我说了 我就直接跟所有德国人认为说 我说你们为什么反对这些污染 因为你们有有电有粮食有能源什么都有 所以你们才会反对的 如果你们什么都没有跟非洲似的 那个时候你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反对 你连嘴都糊不满呢 你还得寻找粮食糊口呢 你还有工作反对吗 就是因为你们有 所以你们就反对 我就说了 你们反对的就是因为你们有的东西 所以才反对 没有你们根本反对不了 你要果不其然现在俄罗斯给他们 要断了断了那个天然气了 你看德国绿党 把那个燃煤发电给开开了 你说现在还有人说话吗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这不是丢人丢人又现眼 全世界丢人现眼 而且全世界人民都是嘲笑你们欧洲政客 我说你们自己想的吧 真的 而且德国人也太老是 你看像法国人老上街游行的 德国人很少上街游行的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要 我问Gaby 哎呀有其他人去上街游行啊 怎么怎么的 哎呀我说你们 有人上街游行啊 我说有你们还是人少啊 多去啊 他说你上街游行有什么用啊 他们政客还接着干呀 我接着干让政府下台呀 你们不是有民主选举自由吗 让他下台呀 就说不出来了 而且我还经常跟我德国那个政客聊天说 我说你们德国应该啊 向奥地利学 二战以后宣布中立 不要掺和欧洲的其他乱世 我说你北约 北约那东西对你 德国相当来说你说重要 我相信重要 但是你想从俄罗斯到德国 这中间间隔那么多国家 你德国先招什么棋呀 你要真是保持中立像瑞士似的 有人攻击你吗 我就林布卿他们脑袋你知道吗 就跟那个芬兰似的 这么多年了 几十年了你说你都中立过来了 然后你突然要加入违约 你是不是林布卿是什么呀 这么他们全在把自己搁在火上烤 然后我就说你挺关心实事的 然后他就接着说啊 哎呀我不是关心实事 你知道吗 因为看的东西多了 所以我也就也就知道了 说实话 当初我刚在德国的 刚来德国的时候 他们德国问我 你们中国是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啊 什么烂七八糟的这些个废话 我也说了 我说如果你们要说中国政府没有言论自由 百分之九十 我说你们欧洲就是百分之八十九 谁也别笑话谁 一样的 他们不可能 我们咱们 我说你们看看没有 我说我所看到的 学到的东西跟你们完全不一样 就拿二战来说吧 中国人以一个中间人的角度去看待二战 看待二战 认为这次二战不完全就是责任 百分之百责任在于德国 他说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理解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其实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如果英法不压制德国 不限制德国 那那个时候的德国最后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德国需要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们德国几百万帝国马克买一个面包 但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才会有一个二战 让纳粹上单 纳粹上单以后让德国经济有所复苏 所以他们才会完全掌权 这就是原因 所以说德国人学的东西 他们学的东西其实并不完全是百分之百的 什么都是正确的 真的我是这么想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他们不客观不公正 他们都带有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去看历史 所以说他们 其实说白了就是洗脑 他们就被美国人给洗了脑了 二战以后 他们就完全被美国人给洗脑了 欧洲根本就没有完全自主的就是以言论自由 全都是被控制的媒体来给他们洗脑 只有这个原因 比中国洗脑严重多了 中国洗脑还没有他们这么夸张 中国目前最起码在网络上言论你说什么 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看你在YouTube上或推特上 你洗点什么东西关于政治方面了 马上就给你疯了 你知道吗 而且他们欧洲人看待问题吧 特偏激你知道吗 他们除了黑酒白也没别的 没有其他的颜色你知道吗 老是那么偏激我就接受不了这问题 如果你那么偏激的看待问题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中间的东西肯定存在的 不左不右的中间的东西 我估计就是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文化儒家思想讲的中庸嘛 他总有一个中间的角度去看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 他们不解决他们太极端了 极端的厉害 如果你跟他以前不同意的时候 他马上就开始给你扣帽吧 你就像什么比如说你是什么纳粹啦 或者什么又害极右组织啦 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他们根本不给你机会去 跟他们完全相反的这个政治观点去进行辩论 他们辩论不过的时候就马上给你扣帽子 就是给你打住的一顶帽 不管你极左还极右的帽子 反正都给你扣脑子上 所以说他们其实言论自由都是相对的 他们只是相对的言论自由你知道吗 比如你要骂个政府 骂哪个总理啊 你随便骂个人你随便骂 但是你不能攻击他的政治基础 你要攻击他的政治基础 马上就没有言论自由了 如果真的有言论自由 然后结党自由的话 那为什么德国会禁止纳粹党 这极右翼党派啊 所以说他们都是相对的你知道吗 都没有什么绝对的 而你为什么美国禁止共产党 共产党的宣传了 乱七八糟的在美国 你为什么会麦卡锡主义啊 这都是这 纯粹就是骗人的你知道吗 你攻击他的政治基础了 马上就给你扣了扣一大帽子你知道吗 然后给你上枷锁啊 比共产党还严重 共产党还有一个政治协商的问题呢 你不同意我干嘛 咱们可以协商啊 还有个这么东西呢 所以说呀 哎呀我对他们太失望了 我从来就没对他们有希望 说实话 其实我并不反对这个 左派的那种做法 但是他们现在的 欧洲的这个风气 这种左派的风气啊 太过了你知道吗 左过了有点你知道吗 有点过火了 所以他就左我就开始反对他 你要右太过火了也不对 你知道吗 左也是一样 你左太过火了也不对 你要右过了就说你是纳粹 左过了那你说是什么 那你说不算纳粹那你说是什么 对不对 他左他左现在左的都已经 你看像美国搞这些什么什么什么 黑人命贵了 你把这些运动 你说是不是左的有点过了 所以说呀这东西 他们的他们的管理和政治基础 根本就不对 我觉得还是像应该像那什么似的 像中国学 其实说到说到说到根上啊 其实你看他嘴上喊的什么 人人人人人平等啊自由啊 你爸到底说的有的有的没的 其实他们的根上 其实他们根上其实还是很 就是说很歧视有色人种的 甭管是德国也好还是美国也好 这些国家都是这样 为什么 他们如果你没有高过他们的时候 他们可以跟你讲人人人人人人人平等 因为从高处俯视我俯视有色人种 如果他想说你有色人种高于他们的时候 立马他就开始 哎呀 基督恨了就开始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啊 所谓什么 人人人生而平等啊 乱七八蛋都是纯就是忽悠人的 这些东西口号都是忽悠人的 甭管怎么说吧 至少我觉得共产党那套理论上 它有一个共产党宣言 有一个共产主义 它有一个最基本的 像你说这些所谓什么民主自由的国家 其实他们就是说白了拿嘴忽悠你 根本就没有一个根本的目标 他们的根本目标就说白了 有钱人统治没钱的 白人统治有色人种 其实就这么一观点 你自己是走不走不走不 反正我是这么个人 如果要是说他高过你的时候 他可以跟你 呀这些人穷 我给他钱 我给他粮食 你把我施舍他 但是你要反过来高过他的时候 他马上就心里就是记住恨了 马上就来了 而且中国人讲的话 受制鱼不知你有什么用 你给他鱼不如你教他什么去捕鱼 对不对 这道理 他们从来就不愿意用这位 为什么 因为这就怕你学会了以后高过他们 这就是一个问题 对的 对的 我觉得你的观点跟我的比较吻合 但是平时你跟Gabi跟你老婆 不会讨论政治方面的东西吧 德国这所谓什么民主自由选举 不会讨论这些东西吧 毕竟我觉得他们在这 在这种环境 这种文化长大的 跟咱们还是有区别的 我认为 像或是我的配偶 他就德国人 然后他前段时间还跟我说了 他觉得目前来说像德国 对德国来说目前这个所谓的民主制度 对德国来说还是最好的 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他还是认为 我不喜欢 那我下次可以把它选下去 他这样认为 他说如果是个独裁者 他在位三十年四十年 那怎么办 这个其实呢 国家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独裁 其实要一个独裁的话 对这个国家有好处 那为什么要 为什么不独裁呢 你得看他做出什么来的 当然说像希特勒那样的 他引发战争 那肯定就是独裁就是反对他 你如果天天选 你选来选去 选出一帮窝囊犯 像叫拜登啊 或者是川普这样的 你说这垃圾 你说只能给国家搞得越搞越坏 你说你这制度有什么好的 你告诉我 而且你选的出来 你现在在美国也是选举 他两个党派 只能从最烂的里边 选出那个比较不烂的 你说这种选举有什么用 你说 而且他们 我老是跟他们德国人 就这么一观点说 我说你们看你们选的东西 你们选的那个外交部长 他以前运动员 他Levensloff 他从来没参加过工作 不知道工作是什么 然后去那个 去那个英国伦敦 一年拿一个硕士回来 政治学硕士什么东西 这东西回来 你说这样的人 你让他去治理一个国家 怎么可能呢 中国有这么一句话 你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你就是你自己都他们不行 都没治理过 你说家都没治理好 你凭什么你去治理这国家 我跟Gabi说以前他和牛友能反对我 现在他也不反对 他现在几乎共和差不多一样 相法 你知道吗 德国看未来不看好 对欧洲 然后我还有说 你说他们选举制度 你说谁不许选举 中国也是选举制度 中国我参加过选举 我不知道你参加我没参加 我参加过选举 我年轻的时候 我参加过选举 也是从基层开始选 你只能选一个基层 基层在往上选 你跟德国有什么区别吗 也差不多 而且我还特反对 德国什么呀 党派太多 你知道吗 一千个人 一千个主意 你说你说国家能管理的好吗 你想想 没有管理不好 你知道吗 这应该 党派应该缩减 缩减到三到四个 就这样子就够了 你知道吗 有可选择性就行了 而且我还说 他们德国这个 你说 美国这都是选举出来的总统 全世界到处打仗 到处杀人 你们德国人的正义心在哪呢 你告诉我 你们谴责过吗 我就问他们 哎呀他们反恐反对那些 我说这恐怖分子怎么来的呀 你得说啊 这恐怖分子 他不是天生给爹娘养出来的 他是被人给教育出来 谁教育出来的 你们想过吗 对不对 我老说哎呀中国怎么那么 我说中国怎么了 中国至少没有什么像你们弄的乱七八糟的 天天中国人女人大晚上半夜出去上街 你们德国欧洲上街 你试试尤其在巴黎 你大晚上一个女人上街 你试试 肯定不行对不对 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你说人独裁 你还独裁在什么地方啊 你得讲出来说清楚讲道理嘛 而且你说这个他们选举制度的事 你说你一个屁民 你说实话了四年一届 你只有那一天你是个主人 除了这一天以外 你什么时候永远是匹民 你连个主人都谈不上 还不如中国政府呢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他至少 他至少把这个国家利益 跟他们党的利益结合在捆绑在一起了 如果一荣一荣一衰就全都完了 中国完了这共产党也就完了 所以他肯定尽心全力的去让国家繁荣富强 因为为什么 他只有凡人富强 他共产党才可能永久执政 你这选来选去那个从来就是 哎呀四年干完一届下一届 不就什么时候选上选不上呢 我操乱心干嘛 所以他们就没有前瞻性 干什么事都没有前瞻性 总是看眼前的一米 两米以外不看了 这就像咱们中国有这么一笑话 你知道吗 就说有一个农民老农要死了 他死了 那死之前他把他儿子叫过来了 说说儿子呀说说说我要不行了 说在家里你要了 将来要管理了 说你如果咱们家那鸡觉得鸡窝太脏 那猪觉得吃的不好 那牛觉得干活太多 那你怎么这样怎么办 那儿子就说那我就给他们 把打扫干净了把鸡窝 然后让猪吃好点 让那活少干点 让牛 他把手脱了 你应该给他选票 给他选票了 选票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让他们选你 或者你老婆来管理他们 让他们自认为我是国家的主人 是这个家的主人 所以我选出来谁来领导我们 其实这道理真的都浅显道理 应该都明白你知道吗 你说你说说中国独裁 中国独裁 中国独裁对谁发动过主动 发动过战争也没有过 所以说独裁根本 跟独裁跟所谓的什么 发动战争也好啊 这些呢 根本不是绝对的关系 那民选也不是绝对的说 选出来就是一个好的 民选一样选出来那垃圾来 你看像希特勒就纯粹就是 你选出来垃圾 你知道吗 我最历悦德国什么吗 这德国人啊 中国发展这么快 德国离不开中国 但是呢 他们还歧视中国 老是动不动说 啊 中国口病口病 口病 啊 克拉文 克拉文 什么的吧 你怎么说 从我的同事 比如说我的同事 经常啊 中国口病 你知道 这CDF或者或者是 然后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知道 什么是Made in Made in the England Made in Germany 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啊 我说你们往前 往上倒倒一百年 英国人发明了这个词 为什么 因为你们德国人 一直在口碑英国的东西 所以英国实在没有办法了 所以才会在上面写出产地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England Made in England 不可能 我说你学学历史 你自己上去查去 不说话了 他们德国人就这样了 没文 没什么不了解具体的东西吧 但还老是看不起别人 你知道吗 对 我也是最烦德国人这样 老实说是中国 什么都是只会copy copy copy 很讨厌的 甚至德国没有的东西 然后华为的东西 有的人也说华为是copy他们的 说的就是 他们不承认自己落后 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你说 这就是心理心态问题 因为他们以前一直领先中国 所以他们老高高在上呢 突然一下中国超过他们了 他们心里承受不了了 就开始 呀 嫉妒恨来了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 中国 我因为我上班在宝马上班 所以我那同事就说 啥 中国又口碑我们宝马的外形了 你知道吗 哎 我就说了 我就不爱听的话 我说你说这口碑 那你准备让中国生产一辆轿车 生产几个咕噜 俩咕噜 那行吗 不都得四个咕噜吗 那怎么都有点像 你怎么都觉得像你吗 宝马的这前面鼻子呀 前前后盖啊 你把哪都觉得像 那你说那中国能生出来 能生出来那种花了吗 那车 那不可能啊 那都是应该这样的呀 你说一辆汽车啊 生产出俩咕噜来 那不是汽车 那是自行车呀 我说怎么有人说自行车 口碑呢 我说英国人发明了自行车 你们怎么不说口碑呢 你们德国人发明了汽车 美国人口碑呢 你们怎么不说呀 这种心态不平衡 说实话 就说白了就是说 其实他们就是还是 我跟你说还有种族问题 种族歧视问题 结果咱们中国人看不上 那个印度人似的 也有种族歧视的心裁 你知道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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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